大家好 我现在刘宫岛游客中心 准备登船上岛 船票往返的 加日门票一共花了122 现在船即将靠岸 在这里登船 这是第一层 进来之后座位挺多的 这还有一艘桥乡巨轮 柳宫岛具有浓厚的历史意义 不仅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训练基地 而且还是甲午中日战争的主战场 这些海鸥一直是跟着船飞的 看一下船尾巨浪翻滚 波涛汹涌的 这里就是柳宫岛了 占地3.15平方公里 最高海拔150多米 下船了 准备登岛 在这个方向 这是柳宫岛的全景导览图 不仅有环岛的观光船 还有登山索道 以及环岛观光车 全景票价均是60元 柳宫岛的简介 1888年 北洋海军在这里驻扎 后来1894年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 第二年北洋海军 全军覆没 这里成为了英国的租建 有42年 威海 威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就是威震海江的意思 当时这里设立了北洋海军 寄予了厚望 海边还有一个甲午中日战争陈列馆 1894至1895 最上面望远镜的就是 邓士昌的雕像 中日战争可以说是当时 大清国运的转折点 当时的北洋海军 号称亚洲第一 世界第四 但是与日本打了一仗之后 却全军覆没了 这是当时从德国进口的 克鲁伯大炮 慈禧太后 坐在轿子里 这是人寿殿前 旁边是李连英 挪用的军费 打造了颐和园的船舶 海洋军发展受到停滞 这就是颐和园 巨大的昆明湖 这是北京最大的皇家园林了 海边有很多垂钓爱好者 在战桥的斜对面 看到了一艘游艇 正往岛上来 我就是乘坐这艘船过来的 这上面就是当时北洋海军的提督府 丁武昌是提督 门边上写着海军公所四个字 这是当时李鸿章提写的 只不过这个牌子是复制品 原牌子当时已经被日本人拿走了 毕竟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战败了 进来之后 一共有三座房子 中间写着危阵海江 也是今天主题 两边分别这是提督会市房 就是策划训练水军的地方 然后右侧 还有一个机要公式 就是揭发电报 邮件 文件 就是秘书工作的地方 后面都是会议厅 这是礼仪厅 当时李鸿章 就是在这个厅里面 宣读圣旨 接见一些高级官员 曾经两次到这里 观看北洋海军 中间是他的座位 岛上的房子都是石头砌柱的 这座雕像就是北洋水师提督 丁武昌后面是他的寓所 也是当时北洋海军的最高指挥官 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丁武昌纪念馆 一共分左中右三个厅 里面有几张桌子 几把椅子 这下面是水师学堂 丁武昌不仅是海军提督 同时也是学堂的总办 后来这里毁于战火 只剩下了一记 学堂的对面 还有一座旗杆 馆里一共有两只大熊猫 其中一只抱着头在睡觉 另一只熊猫刚睡醒 在吃竹子 终于到达刘宫岛山顶了 对面是微海城区的方向 山顶有两尊大炮 都是克鲁伯工厂生产的 炮筒长8.4米 设程超过了6公里 一共是两门大炮 最佳观海点 海平面与天际线重合 海天一色 刘宫岛上的所有历史遗迹 就都大家参观完了 有一个问题 当时的北洋水师 为什么会败得如此惨烈 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大家可以留言讨论 感谢观看